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你們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就應該不在香港 上星期在整理過程 發現自己安排了很多行程 去旅行之前一定要做 不如拿起相機和大家一起過這星期 看看我怎樣塞不同的行程在公余時間 不如交流一下大家去旅行前是否都會做這些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我們來賭罪法 因為想新鮮滾熱 開箱 通常旅行前我都會逛逛街 看看有什麼配衣的想法 收到封 Love Bonito 做減價 當然去看看 身上這件都是戰利品 讓我們進去看看 現在減價的衣服有什麼 想跟大家說多個優惠資訊 如果在6月3日到6月9日在官網購物的話 只要買滿兩件產品輸入優惠碼 Chance 15HK就會有額外的8五折 然後買滿三件產品輸入優惠碼 Chance 25HK還會有額外的7五折 買得到這個 我想說這件衣服$85 用來打底是非常之好 在街邊買都不止這個價格 質地摸上去是很實在的 這件我也很喜歡 是連身裙 還有袋子 超舒服 回來當然是開箱戰利品 身上這件我是非常滿意的 它的質地是很透氣 完全不會焗 然後不會透 之後它做了一個V-Line的設計 不過就算我拿了麥克風 它也不會過份性感 所以我覺得穿出來是很清涼 然後很適合小戶子 因為它是短板的 完全不會太長 加上這個泡泡袖 是很修飾的手臂 不怕那些肥肉 我還未減肥成功 這樣飆出來 所以看上去就是我手最幼的這個位置 然後下身我搭配了一條是高腰 有一點像那種花反腰 迷色的短褲 它是整套非常清涼的 不會不舒服 不會焗 不會有任何慢慢緊的感覺 而且它的形是A字 然後把我們的大腿修飾得很好 露了我們腳最瘦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 是非常適合夏天去旅行的時候 穿這樣搭配 拍照又漂亮 加上藍天白雲 簡直是一流 衣服後面還做了綁帶的設計 我不會綁得很實 或者綁得很高 喜歡這種隨性隨意的感覺 我還看中了一件Cardigan 顏色是很溫柔 然後摸下去很軟 很舒服的 不會刺激的 這一件就很適合 除了冬天穿 現在當冷氣褲 因為周圍那些餐廳 商場的冷氣都是很厲害 因為它這個顏色是不會太過冬天 不會太沉 所以我們當一件冷氣褲穿的時候 我都覺得是春夏完全可以綁得到的 加上它很舒服 一點都不會硬斑斑 然後又有一些圖案在上面 我就覺得減價的時候買 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然後還選了這一件 它有兩個穿法 第一就好像現在這樣 當是白色牛仔場外套去穿 它是實在的牛仔 但是不會硬的 不會硬斑斑 然後穿起來是動不了那一隻 是柔軟的 但又不會薄得不像牛仔的那種 第二就是我最喜歡它的一件 它是趴樓的 不用 哇!這裡這麼多顆樓 有排拆有排扣 所以我覺得趴樓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將它們全部扣完之後 它會有一條腰帶 但綁了下去就可以做一條牛仔的短裙 連身短裙 這樣穿 我裡面有褲子有衣服 穿出來應該是臉腫的 但是我試身的時候 就覺得它很利落 之後很滋性 再加上可以把它捲回袖 穿的話 整件是很型的一件衣服 所以我就選了 脫的時候 超方便 真的 當然還有這件這麼低的套 它是原價 175 減價是85元 真的想不到不買的理由 用來打底也好 或者是剛才這樣 你把它穿在裡面 再加上那個白色的連身裙 你開了上面的樓 是穿出來很型的一件事 所以它有不同的顏色 我覺得這件的顏色 跟我是挺合適的 因為我都是比較健康膚色 對 那我就開箱了這些戰利品 打算想一下怎樣配襯衣服 之後是收穫滿滿的 如果你說看這條影片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錯過了優惠的話 是不要緊的 因為我會有一個長期的自肥 code 我先找回 是LBXDOTTIE 平日買兩件產品 就算不是這個減價的period 都會有九折 大家可以歡迎享用 好了 開箱完畢之後 就回來我們這條影片的時間做 除了去看衣服之外 應該看到我有什麼不同 沒錯 就是做頭髮 這個是我每一次去旅行 如果有時間 都會約我的髮型師 搞一搞頭髮 今天就來剪頭髮 我的帥仔髮型師 還有陪剪專員 今天想要怎樣做 你想要怎樣做 都是那些 都是那些 你知道我也不能太誇張 好嗎 嗨 而這位就是幫我搞顏色的Fanny 通常在等檢髮的時候 就可以開電腦做事了 剪頭髮要幾個小時 當然不能浪費時間 這畫面是否好像在混工一樣 後面有很多蒸氣 這些是水蒸氣來的 所以也不怕 剪頭髮是沒事的 除了可能頭頂會有點濕 現在做這個療程 有幾個步驟 要塗東西 噴蒸氣 然後可能還要 剛才擠了一些東西 我覺得一年做兩次左右 髮質是可以令到自己沒有那麼懶 我喜歡這個長度 這個顏色 太好了 都是交給你們選擇 一定會不會成功 我們做一定是做我們最有信心的食物 很漂亮 又不用飄 這個灰 以前一定要 飄才會出 少少大灰 灰露露露 現在不用了 現在不用飄了 我好開心 我錯了一會 就可以有這個顏色 果然跟上這個頭 是指標 我很喜歡 今次這顏色 重點 不用飄 你會看到有不同的顏色 因為我之前有的highlight 你會看到 其實如果飄了 即是有highlight的地方 它會再灰一點 如果沒有highlight的地方 它也是偏一個 ash brown的顏色 我覺得現在科技發達 真的很厲害 不需要再坐五個小時 七個小時 去染這一種的顏色 我應該大約坐了兩三個小時左右 連做treatment 就可以了 頭髮完成之後 就到另一樣 我定期會做的事 Gel甲 因為我之前跟大家介紹的Gel甲師 他移了紋 所以我差不多近這大半年 都是找另一位Gel甲師 看到這些畫面 應該猜到的 今天我們是做指甲 有一個培整指甲專員 你想不想做 好 今次我還沒想到做什麼款 我交給我的美甲師 去決定 夏天除了做手 我打算做腳 我很喜歡上次那套 很漂亮 那個心心 因為現在做指甲 我不能塗手霜 手很乾 它不讓我塗 我沒試過 就是因為你幫我 有去死皮的服務 對 對 對 我覺得很棒 它一直看著你做 對 對 好像第一次拍的腳趾給大家看 我覺得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 甲型做得很漂亮 它的弧度 我非常喜歡 今次這一套 是超美的環彩 再加上星星月亮 太陽 我覺得 又是很適合夏天 而且 它的持久度 都非常之好 正常 我試過 一個半月 真的不會 怎樣脫掉 除了會做霜甲之外 就是 特別是 黑膚 我真的 不可以沒有了 這麼多年來 最盡 兩三個月 一定要做一次 因為 很明顯 會看到 那個效果 你去到一個年紀 真的 皮要剁 是沒有辦法的 完全是阻止不了 這個地心吸力的法質 所以 怎樣可以令到 人望 會提升 飽滿 緊治 我真的覺得 定期去做黑膚 是非常之有用的 這裡 兩三分 現在已經很厲害了 習慣了這個 痛的感覺 我覺得已經不叫痛了 叫感覺了 果然是真的會 慢慢地接受到 你看我一邊說話 一邊拍 好 它不是整容 你不可以說 一兩次 它永遠都是這樣的 所以 我看到它的效果 一直慢慢退 到我接受不到的程度 我就會再做 而且 那個痛感 一開始 我覺得它很大 它不是叫痛 它叫冤 到現在 完全沒有感覺 你做一下做一下 就會習慣了 當然 不少得 就是去搶錢 終於等到 日圓跌穿 不立即衝出去搶 這間的 是挺好的 叫做小女孩 幸好今天 不多人排隊 而且 它很好 有些信封給你擺錢 很方便 這樣就分享了 上個星期 去旅行之前 究竟我會做些什麼 大家 有哪幾樣 都會去旅行之前 一定要做 記住留言 告訴我 還是你覺得 去的旅行 都搞得這麼複雜 我都很想知道 大家是會 早點準備去旅行 還是不是的 隨遇而安 去旅行就去 那種 如果大家喜歡 今次的分享 所有的資訊 我都會放在Infobox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會玩得開心一點 有什麼 我會玩得開心 來看一下 你會玩得開心 吧 不可以,